我们曾经遇到 许许多多家庭 父母反对儿女学佛 为什么自己学佛 还招得父母的反对呢 我们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去尽孝道 如果学了佛之后 对父母更孝顺 照顾更周到 那父母一定非常欢喜 一定到处跟人说了 我这个儿子孝顺了 他学佛 他懂得孝顺了 他就会鼓励 所有年轻人都要学佛 这就是不道理 我们学佛 学得没有 不但没有学到家了 根本就没有学会呀 学了佛以后 在家里变成怎么样 天天看到父母 早一夜 天天批评他 天天对他不满意 你父母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当然难过 你虽然希望你父母能够好 能够吃成素 能够不傻僧 能够不偷盗 能够拨忘鱼 做得跟佛法讲的一样 你得要用方法去感化他了 你不能去批评他了 不能说你们吃肉 吃肉将来要还债的 不可以这样说法了 虽然是事实 你要晓得那是什么环境 这刚才讲的 你这个说法的时候 你要看是什么场所 你要看是什么时间 他纵然做的许多物业 不可以说 不但不能说 连那个不高兴的面孔 都不可以摆出来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慢慢地来 启发他 要有时间 长时间的 让他慢慢觉悟 让他懂得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